快速去除摩尔纹 简单 相信很多小伙伴在修衣服的时候 尤其是格子料带纹理的衣服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纹路 很多小伙伴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那么今天告诉大家 这种纹路呢就叫做摩尔纹 其实在PS里有一个特别方便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去除这种布料产生的摩尔纹 首先我们把背景图层Ctrl加J 给它复制一层 我们执行滤镜 找到里边有一个camera row滤镜 好进入到camera row滤镜的调整面表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选择左侧上方有一个调整画笔 然后呢右侧往下拉 底下会有一个波纹去除 看到了吗 这个数值呢改到75到80左右就可以 然后如果说你上方的这些曝光对比度高光阴影 它是有改变的 需要全部把它改变成零 不要是有其他的数值 我们只需要对波纹做一个去除 设置好了之后呢 把画笔的大小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大小 键盘上的左中复号键是缩小画笔 右中复号键是放大画笔 那这时候直接在有摩尔纹的地方来进行一个擦除 就可以把摩尔纹给去除掉 好点击确定 这时候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是之前的 这是之后的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